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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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姐夫 大家好 我們先來做 新年烤南瓜 南瓜 我們把它洗乾淨 頭尾切掉 然後我們從中間折下去 現在我們把南瓜籽挖掉 好 另外一邊 好 南瓜籽我們去掉了 那現在我們把它切一下 幾乎不去皮 不過你們不喜歡自己可以去掉 平均切就好了 好 我們現在拿一個碗 把它先裝起來 我們加點蟹膜的海鹽 加點黑胡椒 特級橄欖油 再加點百里香 稍微攪拌一下 哈囉 哇 你長高了 又變漂亮了 我們現在平均把它排在烤盤上 現在加點海油 再次我們的新人片 再次我們的新人片 都撒一點在上面 好了 我們現在250度 先烤20分鐘 我們這邊準備了一些小洋芋 再加點海鹽 先加點海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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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調味一下 一片香 稍微攪拌一下 稍微攪拌一下 這邊一樣我們準備一些奶油 好 沒關係 它待會兒會融化 我們一樣把它放進烤箱 這邊有一些結球橄欖 或者只是叫包子橄欖 那它的名字是 Bruce Sprout 很饒舌 差點咬到舌頭 它看起來像是高麗菜茵 高麗菜的小寶貝 看起來很像 其實好像也不是 不過它跟高麗菜茵 應該是同一棵的植物 那現在在美式的大賣場 會有賣 通常在做年底的火雞大餐啊 這些都會出現在餐桌上面 那我們大概先把它處理一下 因為這是進口的 多少會有一些 不是很好的地方 我們現在就把它處理一下 它很扎實 這邊要先把它切個十字 像這樣子 幾乎在網路上找了一些圖片 那我們看一下 長在應該算是樹上吧 就是還沒有採收下來的樣子 跟我們認知的橄欖菜 就是所謂的高麗菜 還是有一點落差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像這個 它通常會搭配培根下去炒 它的口感其實吃起來 也像是高麗菜茵 所以說 我覺得它也應該是 跟高麗菜是同一個科目的 好了 我們的 結球 橄欖 橄欖 包子橄欖 Bruce Brough 大概處理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 這邊有一管 培根油 就是做清蒜洋芋湯的時候 我們炒著 培根 我們加一點 培根油 在裡面 那接下來 它就會有 培根高麗菜的風味 一舉兩得 OK 我們一樣把它放到烤箱 好 再去烤 好了 我們稍微等一下吧 OK 來我們繼續再設定20分鐘 繼續烤 來 第二個20分鐘 哇 香味出來了 我們拿出來檢查一下 來我們來檢查一下 它的成熟度 其實 夠熟了 那我想要再讓它再更 好 更熟 再熟一點 所以說我 應該還會再 10分鐘好了 那我可能要稍微 攪拌一下 杏仁 好 OK 只是為了讓它更 平均 好 那我們稍微動它一下 好了 再烤個10分鐘 好 好 時間到了 我們把它拿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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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起來不錯 看起來不錯 好了 我們的杏仁烤南瓜 就完成囉 謝謝你 謝謝你 跟爸爸一起吃吃嗎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看你沒有收錢耶 你也賠不起 你們會賠本 好 好嘞 這個也好 OK 我們的小洋芋也好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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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